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大家来到网络安全最佳实践分论坛 这个论坛对我们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这个论坛会生成一个成果文件 我们非常重视各位的参会 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衷心地感谢团队的所有成员 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感谢所有的参与者 包括我们的专家小组 内容专家 以及每一个工作组的牵头人 他们的名字都在文件当中会列出来 你们的持续不懈的贡献和努力 在我们这个倡议的成功的过程当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IGF忠心感谢你们 说了这些以后 接下来我要请交给Win 来开始报告部分 谢谢 我们的最佳实践分论坛 我们的团队的成员 还有各位志愿者 还有所有的为这个报告 做了贡献的各方 一并致谢 我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 我们的最佳实践论坛的背景 最佳实践论坛想做什么 而且这个论坛在此前一年 围绕着网络安全都做了那些工作 这样就能够把上一年度的工作 和今年的工作做一个顺畅的衔接 最佳实践论坛 以后我简称BPF 这是IGF的一部分 是由MAC来推动的 是在IGF全会之前一个月 先召开 那么这样就能够以一种 自下而上的方式激发讨论 聚焦于网络安全的各个方面 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 就是我刚才介绍的 让不同领域的志愿者 能够在一起合作 那这样的一种模式 是我们来到IGF的时候 能够拿出一个成果文件的草案 介绍了我们在这个领域 已经做的准备和研究 这样的文件 也能够让IGF的网络安全 最佳实践论坛 能够拿出一个成果文件 而BPF讨论 网络安全已经有 是过去数年的传统了 但是每一年侧重点 有所不同 但是呢 过去三到四届的BPF 一直是保持了某种连贯性 也就是说 主要是专注于 网络安全的理念和常规 这个传统是从2018年开始的 很久远 也不是很久远 在柏林IGF期间呢 是新冠爆发田的最后一届IGF 然后2018年的时候呢 BPF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规范 那么我们如何制定规范 规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样呢 让大家更好地理解 在网络安全领域 有没有规范 应该有什么样的规范 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呢 我们又共同地来研究了 如何把规范付诸实践 同时呢 也讨论了 让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 对于制定规范的重要性 对于运行规范的重要性 然后再往下一年 就是2020年了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年 对于整个IGF来说 有很独特的经历 因为当BPF也考察了 互联网以外的其他的事项 讨论了在网络安全领域之外 还有哪些已经存在的规范 然后我们在论坛之前 讨论了在现有的规范当中 比方说外交规范 核领域的规范 银行业的规范 投资界的规范 我们从这些规范里面 能够学到什么东西 哪些最佳实践 对于网络安全是有帮助的 三年前的讨论 和今年的讨论是高度相关的 BPF也是要提出问题的 是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网络空间的规范了 但是这些规范的价值何在 今年的工作组也是做了一个试验 他们希望来盘点一下 历史上的网络安全的事件 然后来做一个结论 是说如果当时就有规范的话 是不是不会发生这些事件 是不是会还是说就算有了规范 也无济于事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 那这和我们接下来的讨论 也是直接挂钩的 去年 去年的讨讨论和今年的讨论 也有很大的相关性 去年的BPF 主要是 讲到了 story banking 就是案例的这样的一个汇集 那么这样把其他的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 故事经历充分的加以汲取 从而能够获取新丰富的信息和新的信息 特别是在过去两年当中 我们的讨论为今年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待会会展开来讲 我给大家刚才做了一个BPF的整体的介绍 在过去几年当中 BPF做了哪些工作 每一年的BPF都有一个成果文件 那么在IGF的网站上都能够查到这些成果文件 请大家到IGF的网站上 能够找到历年的BPF都讨论了什么话题 有什么成果文件 待会我要把话筒交给Clay 开始今天的关于今年工作内容的讨论 但是我首先要感谢Ean Banana 感谢MAC的各位成员 也感谢你们对于网络安全BPF 从今年一开始就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支持 那我要感谢所有的志愿者和贡献者 虽然他们没有全员到场 但是在此前几个月当中 进行了大量的在线的讨论 以在线的方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一会儿我会把几位谈话嘉宾请上来 然后我要感谢Clay 还有其他几位牵头专家 以及协调人Eli 他举手了 对他已经来到会议室了 感谢Eli的帮助 Clay 有请 非常感谢Ean 他给我们广泛的介绍了BPF的历史 也感谢您 对于历届BPF的支持 您的支持也帮助我们 把BPF的工作做到了今天 而且以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 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文件 来探讨网络安全 以及更加广泛的互联网治理的问题 非常高兴看到大家 积极一堂 和Win Eli和其他的Mega的成员共识 也是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也一直希望拿出有意义的工作成果 今年我们有雄心勃勃的工作目标 对IJLIF来说 这个日历年有点短的 我们希望对于决策和规范的制定提供信息 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角度 第一是接着BPF以前做的工作 继续向前推进 来看一下国际性的规范 对于预防或者是应对网络安全的事件 是不是有帮助 然后我们扩大了我们的工作的范围 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进行了更加宽广的考察 不光有对于技术的考量 也有对于金融 商业以及人因这些领域的考察 比方说黑客以及网络安全事件的受害者 以及网络安全的响应方这些 那么通过这些研究呢 我们希望总结出过去五年当中的一批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件 然后我们一共找了五个 第一个是2022年的哥萨利加的勒索软件 然后是澳大利亚的2021年的银行系统被入侵的事件 然后我们也看到2021年到2023年之间 太平洋地区的勒索软件事件 以及2022年到2023年之间的网络犯罪事件 还有呢就是2020年呢 对于能源系统的侵入 我们考察了各种类型的事件 以及这些事件呢 对于经济体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是初步的研究 但是在这些研究当中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重要的趋势 在BPF的文件当中 也讲到了这些事件和我们的讨论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整个小组的一些大的一些观点 然后再请嘉宾一起我们来探讨 我们讨论的是规则 就是规则跟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就没有规则 我们发现了一些关系吧 它会针对这个基础设施 不会承认特别大的影响 这几个国家其实都是如此 哥斯达利加等等 他们都是当时出动了包括医院的这个 包括警力等等 他如果说没有说是我们立刻把他们 让他们停止攻击的话 那可能会产生很大的这种破坏性的影响 他们并没有发现这种规则 但是我们其实是看到了一些规则的这样的一些意向的 你比如说尊重人权 以及获取关键的基础设施 这些攻击当中啊 针对这些基础设施是非常令人揪心的 而且呢它还有一些渗透的问题 就造成了隐私和安全的一些隐患 还有呢就是请求援助 包括跨国的安全的合作 尤其是在太平洋那边 哥斯德加那边 你是不是能够让国际合作伙伴 不管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的伙伴 来帮助这个国家重新恢复秩序 这非常地重要 同时呢还要阻止这个恐怖主义分子 还有包括去汇报信通方面的这样的脆弱性 你比如说太阳风事件就是这样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发现呢 就是其实要不足为奇 那很重要 那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网络的能力建设 这些事件现在导致大家有更多 带来了更多的投资 大家更关注 而且呢更关注能力的建设 我们看到很多的迹象 就是过去的能力建设 它过去的这样能力建设 是能够帮助现在更好的应对的 不管是有一个网络 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分享信息 还是说是之前的这样的培训 能够帮助当地的团队能够去及时的响应 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其实是在地方呢 有很多不错的这样的表现 我们也看到在人的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关注的 对人的服务的影响 不管是健康还是工资 包括在斐济那边 你看它的那个新冠的APP 都受到了攻击 直接受影响到了服务 还有包括银行里面的攻击 那就是这个术语很长 可能也很令人困惑 就是一个事件 它可能能够帮助 是社会上在发生的其他的事情 比如在斐济 那边呢就是它的新冠的这个APP 它里面呢就有大量的不实的信息 是关于疫苗的 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同时的发生 所以说呢就对当地产生了 更比较复杂的影响 在萨姆耶那边呢 对政府有一些广络的攻击 可能比其他的要攻击要小 但它是在大选之后发生的 所以呢其实又有很多的这样的谣言啊 然后再说过去的政府之后 现在的政府的一些不实的一些谣言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要去看它的这种 第二级第三级的这种 对社会的影响 那积极的一面呢 就是我们看到有积极的一些回应 提高能力建设 不管是太平洋那边的一些宣言 还有美国 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呢 都进行了积极的响应 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动态的发展 我们还是非常备受鼓舞的 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草稿呢 现在是在网上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提供意见 包括我们今天嘉宾的讨论 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参与 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跟我们反馈 让我们把这个报告能够做得更好 跟我们的同事把这个BPF的工作做得更好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讨论这个概念吧 下面有请我们的嘉宾上台 感谢大家加入讨论 我们这个嘉宾啊 我们人不多 但是呢我们要把它变得更加的不太正式啊 这个讨论 大家其实可以随时到麦克风前面来发言 我们想听听大家有什么的见解 什么问题 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经验 我们的每一位嘉宾呢 都有两到五分钟的时间进行讨论 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讨论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来 我们第一位嘉宾呢 他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就是把这些事件能够带入 关于规则的高水平的这样的讨论 包括能力建设呀 国际政策呀等等 那个不设名额工作组 Louise 你好我叫Louise Muriel 我是一位研究员 是一家智库 关于防御的 我负责网络攻击 我们辈子在伦敦 我们前几年都参加了BPF的工作 也一直在关注BPF的工作 我们知道这儿有一些核心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个规则 或是准则 这些都是来自联合国的准则 还有包括利益相关方 他们所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些见解 什么原则 去理解 应对这些事件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准则 根本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如何从这些事件当中去学习 很多时候呢 都是各自为政 可能是在这种更加政治化的环境中来讨论 过去几年都是这样 我们看到我们在协调一个负责任的 这样的网络的行为 然后看不同的地区的国家 他们是如何来负责任的采取行为的 我们七月份做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在不说民俄工作组那儿 办了一个编会 关注勒索软件的 看看各国他们如何应对勒索软件的事件 我觉得这个 这一类的威胁 它涉及到发展的方方面面 很多国家 发展中国家 小大学国家 还有其他的这些国家 都能够经历过类似的事件 然后呢 来进行国际层面的对话 就像我之前讲的 我们组织了这个编会的活动 是跟Stonian Muffet一起办的 还有Vanua 来自Costoli 他们一起办的 我们就在 从中学起经验教训 把这些国家的经验 能够纳入进来 以便下一次更好的应对 尤其他这些讨论 如何放到这个OEWG里面去 到7月之前 我们关于勒索软件 讨讨讨讨论了很多 但没有放到这个报告当中来 OEWG的报告当中呢 有很多的不同的部分 里面有 新兴的威胁 国际法 还有CBM等等 那 这些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把这些勒索软件 纳入这样的讨论和文件当中 后来我们就开始进行 这方面的讨论 看一看 勒索软件 它如何跟犯罪 和国家安全 国际安全 去分开 我们讨论了这些具体的事件 有30多个政府 进行闭门的讨论 这样我们就能够详细的 去了解这些细节 让其他的国家 和其他理想官方 都能够一起来讨论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区分 关于这个勒索软件的 国际的定义是什么 它的这个事件呢 另外呢 还有就是请求援助的 规论者是什么 2015年当时呢 成员国是达成了 这样的一个准则 有一系列的这样的 政府专家一起来讨论 那如何来认识 勒索软件的这样的 请求援助呢 我们找到了几个标准 不同的国家 它可以带进来 你想到这样的 勒索软件的事件呢 我们要看它的这个速度范围 和规模 如何来把它跟犯罪区分开 是不是需要执法部门来 还是说是要去做 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角度 我们就要看这三个点 因为在哥斯拉尼加 2002年的时候 当时有20多个部门 都关闭了 然后后来呢 在瓦努阿图 他们的议会 警察局等等 学校啊 医院都受到了攻击 所以你可以从这方面来看 第二个呢 就是汤家同时也是这样 第二个呢 就是你如何去真正的思考 它带来的影响 你看看哥斯拉尼加加 瓦努阿图 他们当时讲的呢 就是经济方面的影响 你知道发展中国家 他们更不受比例的 就是更多的受到了 勒索软件的影响 他们不能够这么快的去回应 快速的去响应 就是在经济上 这样可能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所以说还有其他的一些 带来的这种风险 哥斯拉尼加那边呢 讲到了 他们可能 直接的影响是2000万 但间接的影响 达到了3500万到6000万 那很多国家 他们的这些GDP啊 还有包括的预算 都受到了影响 就因为这样的事件 受到了影响 你就应该去想他的这种 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那还有呢 就是这些团组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要针对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哥斯拉尼加 那他们就有些在说 他们想要去让政府 要推翻政府 王总阿图呢 那边好像是要去影响他的这些贸易 和其他的这种政府部门 第四呢 就是资金 这些勒索软件的团伙 他们的资金从哪来 是来自政府部门 还是说是成员国那边的哪些提供这样的资金 我知道我们这个时间有限 我就赶紧总结一下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保留这样的权利 去把它上升到国际安全的角度上 包括国家安全的角度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样的问题 可能有的国家 他不会说这个勒索软件是国家安全的一个事件 但直到他经历以后 他可能就会这么说了 在座的有些人可能认识到 他确实是很重要 但有些人呢 就说我们可能还没有遭遇这么多 所以说好像在风险管理 在国家的角度来讲 这不是一个优贤要务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先讲到这儿 但我们当时讨论的就是这些内容 非常好 谢谢Louise 很高兴这些问题呢 都到了这个OEWG 很多政府也参与了 看看勒索软件的事件 是都有哪些场景 下面来请联合国的代表发言 他不是一伪的 因为一伪的讨论这些问题 他是从CIO技术层面的角度来讨论 Dino 非常感谢 我叫Dino Di Nacho 我是UNGSPF的职员 我已经在联合国共治22年了 很长时间呢 我都是联合国的主审计师 花了三年来开始做这个网络安全的工作 然后呢 后来2017年就开始被任命为我们现在组织的CIO 我们大概两年前吧 我加入了MHC 就是Mag 因为我的这个Mag的背景啊 在Mag里面 我就开始去关注 我的同事们 在网络安全的最佳事件论坛里面 开展的杰出的工作 去年呢 我也提供了一些我的一些见解 我们在这儿讨论的呢 问题涉及到两个层面 第一 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社区 对个人 对 不同的群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二个层面呢 就是政府如何回应 这些政策和政府的回应 是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什么因素所左右 那我就提供一些我的见解 当然我是有牵见的 因为我是一个审计师 但我想要在这个一系列的标准当中 能够纳入国家最高的审计组织的观点 要纳入进来 就所以我们的这个报告当中的范围中 也是涵盖他们的见解的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是分地区分国家进行了一些分析 所以说我们也重点的去做了太阳风事件的分析 去看看当时美国到底 包括还有欧洲经历了些什么 我们再回到这个响应的这个层面 美国的审计部门 就是他的GAO 他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要去看这个政府 他是不是能够产生影响 又怎么样去产生影响 就当他真正的去遵循这个审计部门 和审计员所提出的这样的意见 还有呢 就是这个审计员 他是说了些什么 那因为这个推荐出来了以后呢 他就要有系列的标准来评估 你的这个网络安全事件 他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呢 去打造一个有意义的专业人员 可能把它说成是一个 可以落地的这样的一个 一系列的推荐 我在这儿推出这个观点 给大家抛出这个观点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这个挑战啊 因为我是代表联合国嘛 所以说我是坐在他们两边的 作为一个IT的审计员呢 我发现了这样的 就是在分析这个 我也会去分析 这些网络安全的这样的事件 同时呢 在CIO那边呢 从07年我开始担任CIO 我就会去了解 他的这个事件 和相应的这些减缓的措施 他指导的原则又是些什么 我们是否遵循了他们的推荐 就是比如说遵循了在网络空间的 负责任的这样的行为 因为这是联合国自己提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准则 所以这是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在原则和最佳实践 另外一个呢就是落地的 可以实操的这样的 可以实施的这些建议 所以我也是要重点关注的是 这两个层面 我来总结一下 你比如说在准则 在原则的方面 我们是有一系列的原则的 国际上都一致同意的原则 就是联合国的 关于负责任行为的准则 还有其他的一些NGO 他们也会去参考这个研究 你比如说网络安全 网络稳定的这样的全球的委员会 他们也会去参考 所以说这是有一些共识的 但我的问题呢就是 那这个审计员 他们本这些专业人员呢 你比如说这个InterSign 他把这些各个国家的 这些审计的机构 都召集在一起 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呢 如何来评估这些影响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 进一步探讨的一个领域 谢谢 好的 确实是爬砖影域的问题 我相信其他的嘉宾 可能会接着说 当我们讨论的时候 下面呢 我们 想讲 有关对人的影响 Susan 她是GFCE 以太平洋枢纽 她来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以及自己在瓦拉图的一些经历 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讲话 那么前面嘉宾讲得很好 网络事件在不断的发生 那么在太平洋呢 我们也非常担心 而且呢 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讲到 网络阿图的角度来说呢 这些事件啊 可以说对你的体验是非常糟糕的 系统是当机了 而且呢 不光是 这个对系统产生影响 而且影响到 产生很大的 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此呢 像那些网络阿图这样的小国 岛国呀 必须跟邻国一起 打造 为了打造一个 就是呢 在这个网络安全法 更加坚固的系统 来作为回应 所以呢 很高兴地看到 更多的人在关注 这些事件对人产生的影响 因为这样的事件 确实影响到人了 所以这样的讨论 而且呢 很高兴看到 这个政府啊 机构啊 政府啊 确实也在关注 这样的事件 对人产生的影响 我很欣慰 谢谢Susan 在肯尼亚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谢谢 我是 是Kick.net 它是作为选择政策呀 能力建设呀 等等 这方面的智能 我们 18年以后 搞了这方面的项目 和政府 还有 安全部门 司法部门 进行合作 还有 这个 用营商 还有企业 来一起讨论 网络安全挑战 和挑战 那么主要是通过 这个 信 利相关方之间 能力建设 信息分享 制定战略和行动 来更好地了解 出现新的地区和国家出现的问题 我们 这些会议取得了成果 其中有一些成果 成为法律的一部分 而且呢 就要 成立了一个网络安全协调委员会 主要是打击这个网络犯罪 来处理那些 网络的这方面的事件 我们确实有很大的挑战 今年 有网络攻击 有一个叫做 匿名苏丹 这样的机构发起的 他们攻击了 美国的一些战略部门 他们做了 就是那个拒绝服务 进行了攻击 Empath停机了一天 Empath 这是一个 这个移动支付的系统 是关键注射师 比如说你去加油 用你的卡来支付 但是系统不行 付不了 那么你 你订酒店 你吃饭 或者是这个孩子去上学 也没法用来支付 而且对政府的基督徒师 他们发起了这个拒绝服务的攻击 叫Hudu 这个服务 这是提供 为公民提供服务的 比如说 护照的更新 或者是 电子签证 还有买票 也就是说 因此呢 那些来到 肯尼亚的外国人 他们不能够申请电子签证 因为这个系统下线了 还有Botnet 就是那些 所谓的僵尸 设备 他们还买了很多的 云的能力 来攻击那些线上的设施 你知道这个Dito 拒绝服务的攻击 很多发达国家 也不能够 很好的去应对 那么这个机构呢 使得很多 云端的服务器 都崩溃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呢 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的协议 需要加大在 安全部门 国际刑警 来应对这样的挑战 好的 谢谢来自肯尼亚的观点 你看这些服务 对人产生了影响 我问一下Dino 第一个问题 讲到 从选择角度 产生什么的影响 Q1 我想问一下 那么 就是 就是人的影响 它带来事件 对人产生的影响 是否可以 作为这个 审计的一部分 加以应对 首先 看一下 就是ICPIT的 审计机构 首先要看一下 他们的工作范围 职责 人和技术流程 在准备 审计的时候呢 首先呢 作为审计员 要进行风险的评估 考虑到 审计的范围 但是呢 我们不可能 投入无限的资源 覆盖一切 可以审计的领域 因此呢 我们使用一个原则 就是在准备 审计工作的时候 我们联合国的 审计部门 要搞一个 基于风险的审计 规划 也就是说 在进行 对风险的评估 不光是 要考虑到 技术的角度 不光是 对这个预算 进行 规划 比如说 涉及到一个部门 预算的情况 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资产 也就是说 比如说 网络安全 攻击对资产 带来的影响 是什么 那么我们得出结论 最重要的一个机构 最重要的资产 就是人 他的员工 那么对我们联合国来说 就是我们的联合工作的人 所以 我们绝对是以人为本 采取这样的措施 不光只是一些缩写 而且 我们 有一个优先的次序 人 这个流程和技术 这样的一个 按照优先的次序 进行 程度 进行排序 非常高兴地看到 就是呢 就是不光在这个领域 所有领域 都应该以人为本 确实呢 这个设计的范围太广了 不可能全面覆盖 也不可能 对所有的一切 对所有的进行反应 所以要进行合作 Louis 下一个问题 你讲到 国际合作伙伴提供的援助 涉及到 你经过的 这方面 经历了很多的事件 我们在国际 制定了一些标准 15年的时候 进行了很好的讨论 出现大的事件的时候 那么 一个国家可以提出要求 然后呢 要求其他国家 提供援助 帮助 在过去的几年 我们看到 就是要求援助方面 跟CCB 网络空间 能力见识有关的一些 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这方面 确实涉及到不同的方面 涉及到援助 首先呢 那些专门人才培养的 提高任性 各国任性的援助项目 还有那些呢 是那些 这个危机处理的援助 比如说 比如说很多国家支持 克斯特里加 比如说在 万尔图瓦也是这样的情况 澳大利亚 提供很多的援助 但是呢 确实呢 需要在政府 之间提供协助 来提供帮助 比如说 出现了大的事件 比如说 勒索的事件出生了 然后 另外一国家 就直接进来了 所以呢 应该是有一种信赖 才能提供援助 所以呢 我们 跟成员国立相关方呢 搞了第二个研讨会 来讨论一下 这个援助要求意味着什么 所以呢 援助啊 它是根据 事件的严重性啊 或者是背景啊 或者是冲突啊 或者是自然灾害啊 这个涉及到 不同的援助 所以呢 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情况 背景来定义我们的援助 比如说 我们要确保 这个政府意识到 这个事件的严重性 就要事先做好 准备的工作 那些 决策人 那些专家 他们工作量很大 那么 所以呢 要事先 做一些评估 否则的话 这个工作量会太大 还有这个内部的协调的问题 也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 但是呢 事先也要跟 本国的宏观政策 做一些衔接 第二个问题 是涉及到要求援助的准则 我们有一点呢 也听到的来自太平洋国家 有这样的情况 有很多主动的国家呢 很多国家主动的要求提供帮助 培训 但是如果很多的国家提供同样的援助 那么 争执在哪里呢 这些 援助的可持续在哪里呢 那么 在恶无冲突的情况下 那么 我们看到 这个 这也是一种 这个 援助的压力测试的机会出现了 可以测试一下我们系统的韧性 到底是怎么样的 还有这个 监测方面 这个也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那么 黑山这方面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比如说 他要收集很多 分散的信息 所以呢 有一个积极的事件 在出现事件的同时呢 他们呢 就是推动了建立这样的一个 应急处理的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呢 我们这个要了解 需要这些 技术援助的具体的背景是什么 不光只是出了事件以后 进行危机处理 还有这个政府的 解决怎么样的官大主义 以及企业如何参与协调的问题 苏森 在过去的几周 我们见了好几次 我们这个飞机参加了叫PPC的 这样的一个会议 我们讨论很多的事情 做了 我们讨论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哪些方面重复 怎么样做得更好 所以呢 我想问你 考虑 发生 在太平洋地区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在这个合作方面 协调方面 比如说 怎么样更好地 来应对 刚才讲的 这个勒索的事件 谢谢您的问题 我们 再展开讲一讲 比如说在太平洋地区呢 我们涉及到 不同的国家和民主 那么 在网络安全方面 出于不同发展的阶段 有些是比较先进一些 他们做得比较好 但有些国家呢 不是那么发达 他们需要在 网络安全方面 做更多的工作 但是还有一些国家呢 刚刚起步 所以呢 这方面的工作刚刚开始 所以呢 为了应对这些 网络安全的事件 本地区的合作 正如嘉宾指出一样 对那些 对我们这样的小国 岛国来说呢 希望得到帮助 援助 因为这些合作 帮助小岛国 更加有效地应对 更加有效 更加高效地应对 这些事件 我想 代表地区可以这样说 我觉得需要地区之间 加强这个合作和协调 这样才有提升我能力 来应对 网络安全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周呢 我们有Takshan 在瓦罗阿图开了年会 而且 还有这个 People see Fijic开的会议 所以这些平台呢 都是重要的 这些协调的会议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 必须要认识到 该地区的所有的国家 有很多共享的价值观 这对于解决这类问题 特别是建立新人来说呢 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谢谢 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 一系列的活动 People see 主要是 要进行能力建设 把各方面的资源 汇聚在一起 Pakshan 它是一个地区的机制 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 我们也非常高兴 我们能够让私营部门 让企业界参与进来 进一步的扩大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范围 所以呢 我们的合作伙伴 不光包括国家 也包括企业 包括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 我们再讲一讲 肯尼亚的情况 之前我们也知道 肯尼亚的SERT 也采用了 多利益相关方建设的思路 能不能请您来讲一讲 公民社会 是和 CANIA的SERT机构的 合作的情况 感谢您的提问 我们是CANIA的成员 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做的 一项重要的工作呢 当然就是能力建设 从比方说 Social Engineering 这种社交媒体操纵 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肯尼亚的手机银行 用的很普遍 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人士 他们都会用手机上的应用 和他们的银行服务 相连接 所以如果进行 这样几乎在肯尼亚 很多人都使用手机银行 如果进行社交软件操纵的话 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受害者 而且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这方面的防范的意识 比方说很多犯罪分子 就打诈骗电话 给人打电话说 不好意思 我是某某某银行的 你的银行账户出问题了 被关闭了 请你提供你的银行的账号 身份证信息和密码 然后他们把这些密码 验证信息都搞到了 就侵入到了用户的银行账户当中 等用户发现了为时一晚 所有的钱都被转走了 而且有的时候甚至银行内部 有一些内鬼和外部的网络罪犯 相勾结来进行诈骗 这就是我们在肯尼亚碰到的情况 然后我们做了通过海报啊 火焰啊 动画片啊 漫画做了很多的宣传 我们通过不同的平台 比方说社交媒体平台 来分发这些宣传材料 也用广播电视的方式 来播放这样的广告 就是反诈广告 肯尼亚有很多农场主 他们我们也把这些简单的广告信息 反诈广告呢 发给他们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STICK Stick的行动 也就是说 叫做Stop Think Check 一旦有人让你提供银行信息 有这类的电话或者是信息的时候呢 你要Stop Think 就是停下来 不要马上行动 好好的想一想 简称Stick 我们现在的这项宣传计划 已经汇集了300万人 而且呢 我们也进行了培训 同时呢 对培训师先进行培训 现在已经有140个反诈的培训师 这样呢 他们能够到农村村庄当中 去进行反诈宣传 参与是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能力建设 当我们和公民社会 通力合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帮助老百姓知道 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 以及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应对这种威胁 很酷啊 也很高兴看到 你们做了实际的工作 能够让社会的更多的成员 能够从你们这儿来学习 BPF是要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各个社群都参与进来 我们有立式的麦克风 每一条走廊的镜头 都有立式的麦克风 大家可以走到麦克风后面 来分享你们的国家 发生过的事件 你们做的工作 你们的最佳事件 或者是你们想提出来的问题 好 看看有谁要提问 或者是要发言 现在是不是 你不是要到前面来 原来就是要就坐是吧 但现在有一个人 是走到麦克风后面来了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再发言 来自于巴拿马的一位外交官 Francisca 那我的问题呢 是 我们在IGF参会期间 我们听到了 网络空间是有国际法的 但是我们如何在网络空间 实施国际法 这样的国际法 什么时候会出台 在哥萨利加和瓦努阿图 他们所拥有的一个机制 就是对黑客进行问责 一旦发生了网络事件 就会向黑客去索赔 比方说过去 UNCLOS 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出台之前呢 没有任何的一个论坛 或者是法律机制 来确保船舶的定位 或者是哪些 船舶可以去哪些地方 不可以去哪些地方 有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呢 我们对于船舶的行驶和定位呢 就有了更好的进展 那我想这个网络空间的 像瓦努阿图和哥萨利加 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如何在遭受了网络攻击之后 去向黑客追责 因为他们是很小的发展中国家 他们怎么去向黑客去追责 好 先来回来 我感谢您的提问 这是个难题 那讲到您的第一个问题 如何来实施网络空间的国际法 那现在还是有不同的解读 大家不同的理解 国际法在网络空间如何去适用 大家的看法还是不一样 零零总总的 但是我们正在取得进步 因为很多国家像哥斯达黎加 已经发布了 他对于网络空间国际法的观点 这是一个积极的步骤 就哥斯达黎加而言 哥斯达黎加认为 可以用国际法 来去适用到网络空间当中 那在之前 我们谈到了一个网络安全的事件 什么样的网络安全事件 构成了对主权的侵犯 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诠释 或者是解释 有些国家定义的更加严格 有些国家定义的比较宽泛 像法国是狭义的定义 巴西是广义的定义 那很多国家也在陆续出台 他们的法律意见 也就是说网络空间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构成了对于主权的侵犯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们才能够去讲执法 第二 如何向黑客追责 将他们绳之以法 这既有国内工作的一面 每个国家都有所谓的工具箱 碰到事件的时候 可以采取应对 有些国家用制裁的方式 来制裁网络黑客 或者在政治上做一个规则 那从刑法的角度 执法机构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比方说美洲刑警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等等 也分享了很多网络罪犯的信息 但是从国际和平安全的角度 来解决网络犯罪 还没有到这一步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另外就是国内的工作 另外一个就是国际层面 不久联合国推出了新的和平议程 同时这个和平议程当中也讲到了 国际上的追责机制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进展当中 我们还要有很多的讨论 但是OEWG的经验分享 以及我们的研究群体的经验分享 也能够促成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对话 让他们知道哪些是最佳实践 以及如何去将来 有可能去实现对网络罪犯的跨境追责 我再想补充一点 除了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之外 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事件 就是几年前我们的养老金 受到了勒索软件的攻击 我们也把这次攻击事件公诸于众 从操作层面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 有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还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 就是在追责之前 你要规则做一个责任归属 在你谈司法管辖权之前 发生了事件之后 你首先要举证 你要举出证据 而且通过你的证据来表明 谁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 对你实施了网络犯罪 也就是说 在战术层面 战略层面 我们都要有一个 法证学的过程 就是说收集证据 并且向管辖机构 去提交证据 这是一个法证学的问题 我讲到的是犯罪 和对罪犯进行追责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吧 刚才在您的回答当中 您刚才想到了 用国际法的方式 来进行管辖 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对我们也希望各个国家 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也就是国际法在 网络空间当中的应用 这样对于执法机构是有帮助的 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 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现在在南北美洲 OES已经召开了 南北美洲的执法机构研讨会 来讨论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大家也是希望把这样的讨论 放到从政治上 放到一个更高的优先度之上 无论是在地区组织 还是在联合国当中 我们也鼓励各个国家 去发表对于国际法 在网络空间应用的见解 现在南北美洲 正在进行大力的推动 也希望很快地 能看到积极的结果 但是仍然是跟中道远的 谢谢 在这 我也想讲讲我的看法 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国家 围绕着网络空间的国际法 都达成一致 这也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能够考虑的 就是我们可以打造一个 法律框架 区域层面的法律框架 让这个区域的国家 同意这个框架 然后我们可以奠定一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去更进一步 我觉得我这个思路 是更加实事求是的 就让你的本地区的国家 大家先达成 关于网络空间 法律框架的共识 比方说如何对黑客进行追责 在地区的范围之内 先达成共识 而不是让全世界 所有国家 现在就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 好 就是说这一点吧 谢谢 很有意思的建议 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建议 非常感谢 好 请讲 巴西外交部网络司的代表 感谢几位的介绍 我有一个问题 还是接着我的同事刚才讲的 那就是救济 制裁和其他的应对措施 刚才我们听到了法政学 从法政学的角度去取证 你要看到袭击是从哪来发起的 那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说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有些国家他们收集了证据 但是不愿意公布证据 他们在没有公布证据的情况下 仍然希望能够去采取反制措施 从另外一点来说 我想问一问 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有一些倡议 就是对于勒索软件的拒绝支付的 这样的原则 我不知道这有多大的效果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现在没有现成的答案 我只能从我的经验来大致回答一下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 我们要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 结合在一起 我们既可以有决议公约条约 自上而下 能够帮助我们去打造一种自上而下的共识 从更高的层面来奠定基础 奠定基调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有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 在自下而上的方式当中呢 从业者 也就是说这种日常的管理者 他们要达成一致 形成一套标准和技术上的程序 使得这些从业者呢 至少可以以一种前后一致的方式来开展工作 并且呢围绕着信息披露的水平 达成一致 通过信息披露呢 能够在发生攻击之后 披露所必要的信息为各方所知 刚才在您的问题当中 实际上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就是在披露信息的过程当中 有些国家不情愿 因为呢他们可能会担心 由于披露的信息会要负责 会被追责 所以现在我们的整个群体 要想去解决的 就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平衡 一方面是要负起分享信息的责任 另外一方面呢 是不要过分的分享信息 不要提供过多的细节 这样的话呢 有可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而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说呢 我就不想讲太多的讲技术了 现在已经存在了一些现成的技术 就开始实现叫做零知识证据 也就是说不提供细节 就已经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 我们也可以去制定标准 比方说ISO的标准 有了这样的标准呢 我们就能够找到一种程序 或者是方法论 通过这样的程序和方法论呢 能够让需要贡献信息的各方的 能够及时的贡献信息 同时不需要去披露过多的细节 但是是有效的 能不能把您的第一个问题再重复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方面 或者是组织 机构 不愿意分享信息 还是利益相关方的问题 国家吧 在网络攻击的责任归属的 就是扯皮的过程当中 很多国家 他并不能够提供过多的信息 或者不愿意提供太多的信息 所以就形成一个扯皮的局面 对 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吧 在网络攻击责任归属方面 国家是享有国家主权特权的 也就是说 在进行规则的过程当中呢 特别是过去一两年当中 在规则的过程当中 责任归属认定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到很多 国家他们能够汇聚在一起 来提供证明 说我们证明就是这样的 这虽然不一定是一个绝对的保证了 因为提供实际的证据当中呢 可能是有很多的敏感性的 围绕着勒索软件的支付 英国政府讲得很清楚 对于勒索软件不允许去支付 零支付 我零赎金 我当然同意 对于勒索软件的这些黑客 不应该给他们钱 不应该给他们资金 但是与此同时 政府要支持这样的行为 也就是说 从国家的层面 一旦出台了一个政策 就是不要支付赎金 但是你还要去支持相关的企业和组织 他们受到了勒索软件的威胁 你不能光跟他说不支付赎金 他的系统当掉了 你国家你要去帮助他们 从系统 出了故障的系统当中就恢复出来 所以这个是政府也需要去考虑的 还有我们也要建立一个网络攻击保险市场 这个商业保险市场 去向受到损失的企业提供保险 所以你不能光告诉这些企业 不许支付赎金 但是对于这些企业 作为受害者来说 不给他们任何的支持 这样是不可以的 Susan问一个问题 因为过去几周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你比如说汤家 还有太平洋的很多的岛国 都在分享他们经历的事件 还有一些法政学的一些证据 在里面呢 至少在公开的场合 就没有去真正的去证明 他是不是就去支付这个赎金了 那说你如何看待这个 阿归罪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说到这些事件 我想要讲这个互信的 这样的一个观点 因为它都是来自 同样的一个地区 其实事件发生的时候 你有了这样的平台 它的这些利益相关方式 可以更加自由地去分享信息 就能够更好的去制定战略 更有效地去应对 网络的事件 我想要再次强调 现在我们在打造 或是实现数字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地区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事关重要 各自为政 现在已经不再是 一个选项了 而且很多时候呢 也都没有 很好的效果 这些地区的做法 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下您的见解 在我们的地区 我们要跟地区的机构紧密合作 在非洲 我们要跟非盟合作 所以呢 如果说有外面的这样的人 要进来的话 要侵入的话 那这些机构呢 就可以来帮我们的忙 现在这个政治体系 非常的碎片化 西方跟东方 俄罗斯去挑战西方 或者说是可能 比如说外交向 跟他们关系不好的话 就很难跟他们去合作 所以说我们看到 全球有一些国家 他们历史上 就经常去做这样的 网络的攻击 比如说钓鱼 等等 有些国家 它就是没有跟国际体系来合作 在网络安全啊 包括国际犯罪系统等等 都不配合 我觉得这是更高层面的一些观点吧 谢谢 Paul 你好 我叫Wilson 我是来自巴西的青年 我的问题就是 如何打造战略 针对全球南方和 德力相关方 包括把种族 性别 的观点都囊括进来 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 是不是就考虑到了这些国家的安全 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安全 选择 非常感谢 我们好像觉得这是一个同心缘 国际层面 联合国的层面 这个目标呢 就是要达成一个基于共识的文件 一个成果 各国都坐在一起 做这个文件 但我之前也讲到了 还有其他的 就是地区层面 也能够打造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去了解 网络安全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地区层面 在OES 我们有CBM的小组 的工作组 专门就是做网络安全的 2016年就开始了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层面 国家齐聚一堂 你比如说像非盟 还有东盟 它就是要在地区上建立信心 这样呢 到达一个层面以后 各个国家呢 就能够坐在一起 说我们同意这些事情 我们刚才讲到 OES的CBM工作组 它其实就是这样 它说我们要在这个地区 建立联系点 那这些聚合在一起 就能够带来一个愿景 比如说OES 我可能记不太清楚了 可能2012年 他们就达成了决议 是关于美洲的这样的 网络安全 联合国在这方面呢 在这几年前也有一个决议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在进步的 这是有空间的 其实在联合国 它就是不设民俄工作组的最后的文件 里面也都讲到了 能力建设是南南 包括南北 包括三方的合作都非常的重要 关于发展的这样的内容 也是纳入了的 还有研究性别的这些呢 也都在讲 南南合作 包括在伊韦 以及在该地区的能力建设上 都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现在是在潮流的方向迈进 我和同事可能可以讲 我们有一个 全球网络能力建设的会议 在即将召开 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促进这方面的南南合作 我简单地讲一讲 回应一下Lewis刚才讲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模型非常好 刚才说这个同心源 我刚才讲到了这个风险的这样的方法 在这里头呢 是考虑到了的 你刚才讲的这些风险 那他的分析的结果 就会包含 代表性的问题 那这些标准 就要尽可能的全面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 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报告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证明这样的一种方法 是奏效的 因为2021年以后 我们做了很多关于准则的工作 这个报告呢 它就去关注 网络安全事件 对于公民的影响 在国际上来看 有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呢 再把这些评估的报告 再放进来 那这个它是 可以循序渐进的提高的 标准的定义 然后呢 也是在持续的在进步 讲到这个Pegasus 你可以看到 那些国家 它就大国 它可能更能够往前推进 这个议程 但小国是做不了的 所以我其实是可以在安理会上去讨论 你刚才讲到这一点 因为这些是发达国家 他们资金 军事上面都更有实力 我觉得这个问题 现在还是在安理会的平台上在讨论 他们就是公布了这么多的信息里以后 现在依然在逃亡的过程当中 讲到这个Pegasus和商用的这样的攻击软件 我们要去考虑这些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发展自己的能力 我们讲到了这个同行员的这样的协同 但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 就是没有开发这些大多数技术的这些国家 他们如何打造自己的能力去调查 比如说司法部门 他们当然有责任 但你如何看待原则和责任的问题 就是做到网络行动的能力方面 所以这是可以去考虑的 因为这其实这儿有一个悖论 我们应该把它更好的反映进来 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能力 所以确保他们不会用一种不负责任 不被追责的责任的方式来做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先听两位的提问 然后在一起一并作答 非常感谢 我叫Sonnelebo Mission Boko 来自肯尼亚 也是议会里面的关于信通技术的代表 很高级 今天有一位来自肯尼亚的代表 以及一位嘉宾 讲到了立项官方 你要让议员也要能够参与进来 因为我们是立法者 也制定一些政策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你也将您的这个工作告诉我们 我们国家呢 受到了恐怖主义团伙 Ashabab的这个攻击 所以我们现在呢 认为 现在他会奔到网上来 那现在是不是有这样的平台 来打造这样的措施 打造去抗击网络的恐怖主义 因为他们现在只是小规模地去渗入我们的军事或是计算机系统 但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 他们可能就会去更多地来影响我们的国家和全球 那如何我们能够共同行动 去尽可能地去避免他们所带来的威胁 谢谢 大家早上好 我叫伊林 Liu 来自新加坡 我是一位独立的残悔者 我非常喜欢刚才肯尼亚分享的这个案例 我之前呢也跟冷克尼亚的代表在聊 您讲到这个stick这个词我特别喜欢 那我想要讲一讲 作为全球的公民 我们有网络的最佳实践 它很多时候呢是放在组织的最高层面的 但从公民的角度来讲 我们要在这儿要去进行实操 这些最佳的实验 但现在还有做的还不够 你比如说你在就申请就职务的时候 可能就能作弊的 包括你在这些零售店的数据也会被盗走 所以我的问题呢就是 我们有没有方法 能够让警察他们能够去检查一下 因为你在申请工作的时候 你会提供大量的数据和信息 那很多时候呢这些就数据的收集 然后去保它的安全 第二个呢就是如何惩罚 就是有罪就罚 因为公民的层面才是我们要把这个 最佳的实践 复读实践的地方 我就专门是做这个的 但是我也很害怕 我的数据被滥用 所以说咱们如何能够去检查这些 它的安全性 确保它的安全 15秒的时间 你好 我叫Vanit 我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网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攻击和事件 为什么我们看到有这么多 闭门造车重复努力 如何确保它的可持续性 而不是说是去重复建设 是不是能够跟其他的这些合作伙伴 共同合作提高影响力和可持续性 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嘉宾 试图回答一个问题 或者三个问题 然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会确保不会重复建设 上周我们有GFCE的太平洋中心的落成典礼 原则呢就是我们要确保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 而不是重复建设 闭门造车 GFC还有GC Trippy 这也会建成是在加纳 我们要找到这些网络的能力建设的缺口 但与此同时呢也要把我们的资源 能够用一种最高生产力的方式来利用好 谢谢 我想要感谢我们的议员女士邀请我们跟她们合作 我们去年刚经历了大选 所以现在议会是新的一届 过去的这个议会呢 我们经常跟她们的委员会开圆桌论坛 进行讨讨讨讨讨讨讨论IT和其他的问题 进行对话 所以我接受您的这个期待 您的邀请 也期待着能够未来有更多的合作 她刚才讲到了网络 恐怖主义 在我们国家是一个挑战 尤其是在我国的北部 有关键的基础设施 尤其是信通的基础设施 经常呢就都是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 因为北部就是索马里嘛 经常容易受到攻击 所以现在议会关注到了 可能我们能够更好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我们也在跟很多的国家一起合作 来应对这个恐怖主义的威胁 网络恐怖主义 的观点就讲到这 再说到数字的收集 现在呢我们都想要尽可能地减少 这个数据的收集 我们讲到了GDPR 欧盟的这个 但各个国家呢 其实也可以有类似的这样的做法 和法律法规 进行相应的这样的责法 去年我们看到那些组织 他们违反了工人 公民的这样的数据安全的呢 是一共有十万美元的罚款 非常感谢 我想要讲这个数字数据收集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 过去七年的时间里呢 我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设计和执行一个 联合国的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数字ID的解决方案 一共呢是有八万四千人的受益者 你在收集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分享 因为在网上 我们其实过度的去分享了信息 很多信息其实是都不需要的 所以刚才讲到了 我们要实现数字的最小化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新的模型 新的技术 你比如说 选择性的披露 或者说是叫做 self-serving identity 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的做法 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减少数据的收集 减少数据的分享 我就简短的讲三点 那么信息的这个分享 这方面很多的公共平台 但是呢他们在重复的工作 GFC这样的网站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政府非政府机构之间进行很好的分享 要关注一下其他机构 在能力建设方面做些什么 还有一点 我觉得 就是监测 活动监测非常重要 出现危机的时候呢 我及时的危机处理 有些是公共项目 有些不是的 也就是说呢 要进行分类 作为研究人员 需要追踪这些不同的援助 最后一点呢 就是不断的加强 我们这支 不光是涉及的MOU 可能是涉及的这个采购 在某些方面进步加强采购 有些国家不光是需要能力见识 也需要技术 也就是说呢 要确保 不光签一些短期的技术 这样的协议 需要长期的嵌入这样的技术 我感谢BPF 感谢他们所做接触的工作 好的 谢谢所有的BPF的贡献者 大家 问了很多的问题 也要感谢我们的嘉宾 感谢分享你们的意见 谢谢